全秦綱和王毅有血仇 拜登政府曾調查傅曉田 北京最大問題是甚麼? 渣打CEO一語道破 萬眾祝募法拉聖大遊行仍龍年 法輪功振揚壯大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2月15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我是雪兒 外媒首次披露通過美國官員了解的秦綱內幕消息 包括秦綱和現任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有血海深授 拜登政府曾調查有關秦綱情婦傅曉田的謠傳 各國都對中共外交部長秦綱 2023年6月底的突然失蹤和被解析感到困惑 到目前為止北京沒有正式對此表態 甚至連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也不確定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華盛頓郵報資深專輪作家伊格納提斯 就此話題採訪了一名美國高級政府官員 一位與北京有聯繫的前官員 還有一名外交官 伊格納提斯過去多次獲得美國情報界的準確消息 秦綱在第二次派駐倫敦後於2011年返回北京 之後三年擔任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2017年出任中共外交部禮賓司司長 負責安排中共黨魁的出訪行程 文章說據現任和前任美國官員稱 在這個崗位上 秦綱和中共國家主席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秦綱的妻子林彥和彭麗媛之間的私交 也對秦綱的快速升遷起了作用 伊格納提斯引述一位美國高級政府官員的消息 林彥為彭麗媛親手做月餅 就像一家人一樣 這些內容在《華爾街日報》和《金融時報》上都有報道 秦綢雜家的親密關係 幫助他在相對年輕時就跳過了中共的正常晉升階梯 快速升任外交部長 他的快速升遷引起了外交部同僚的不滿 美國高級政府官員說 秦綱因為在外交部獲得快速升遷 在他的同僚中廣受責恨 他被視為中共黨夫的心腹 擔任過禮賓獎 這不僅激怒了他的同僚 也導致秦綱和他的前任王毅之間的關係緊張 美國官員將秦綱和王毅之間的關係形容為血海深授 伊格納提斯質疑 即使存在這樣的怨恨 也無法解釋秦綱為何那麼迅速地穩落 伊格納提斯表示 在猜測秦綱被調查的可能原因中 最有人的是 傅曉田是外國情報機構的特工 並且他的間諜活動牽扯到秦綱 一位美國外交官對伊格納提斯說 他聽說秦綱是一名俄羅斯特工 但另一位和北京有長期往來的前美國官員否定這個說法 中方官員認為 傅曉田擔任英國特工十幾年 這些都無法證實 伊格納提斯表示 秦綱的遭遇突顯了中共一黨制國家的不透明 他還表示 連中央情報局都無法再核實秦綱事件 一位密切關注中國事務的拜登政府高級官員表示 我們廣泛尋找秦綱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他就好像消失了一樣 他的照片被抹去 就好像蘇聯史達林時代一樣 秦綱和傅曉田之間的戀情 始於2010年他在英國工作的一段時間 他們的情人關係 在2002年傅曉田通過代孕 生下一個男嬰之後被公開化 對媒體一直猜測傅曉田是否間諜 英國政府是否招募他 拜登政府高級官員透露 他們已經要求中情局和英國政府核實這些謠傳 但沒有得到任何證實 這位官員透露 57歲的秦綱在2023年6月失蹤後 被捕和接受調查 根據這位官員的消息 秦綱不知道傅曉田的所謂間諜關係 並在得知這個消息後 他試圖自殺 據報導 秦綱住在專門為中共高官 提供醫護服務的301醫院 這些消息沒有發指獨立證實 40歲的傅曉田亦已失蹤 幾乎可以肯定 他已被中共當局逮捕和入獄 進一步的謎團是 在秦綱失蹤的當日 俄羅斯副外長魯登科訪問北京 一位前美國官員對伊格納提斯說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之前曾經警告中共國家安全部 說傅曉田是英國秘密情報局特工 但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 中共國安不肯對辭任外交部長秦綱動手 伊格納提斯表示 隨著秦綱的政治崛起 他與傅曉田的戀情 對任何與他有聯繫的外國情報機構來說 都會成為問題 伊格納提斯總結說 間諜部門喜歡將特工部署在適當的位置 但不喜歡將他們部署在顯眼的地方 以免引起風波 伊格納提斯質疑 俄羅斯副外長訪華 與秦綱同一約失蹤可能是巧合 因為無論努登科帶來什麼情報 他更深層的使命 可能是通知中共黨魁 俄羅斯是穩定的 努登科訪華前一天 俄羅斯僱傭兵頭子普利哥任 派出一支軍隊向莫斯科進軍 一時震動了克里姆林宮 雖然普利哥任的叛亂被鎮壓 兩個月後他在一場神秘的飛機失事中喪生 但普京還是想盡快提醒中共黨魁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伊格納提斯寫道 在我看來 俄羅斯並不是在對華關係中時移出現的賭媒小夥伴 普京仍然是情報和政治操縱大師 他引用那位拜登政府的高級政府官員的話說 普京是一名辦案專員 跨國銀行集團 渣打集團CEO溫托斯 在杜拜舉行的世界政府高峰會期間表示 隨著中國經濟經歷大規模轉型 以及大家對房地產危機的擔憂亦已加劇 中共正面臨一場信心赤字 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對共產中國缺乏信心 專注於新興市場的渣打集團CEO溫托斯 在週一 的一個小組討論中 對美國財經新聞CNBC說 在我看來 共產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缺乏信心 外部投資者對中國缺乏信心 國內儲戶亦缺乏信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 格奧爾基耶娃 星期日 在杜拜接受CNBC採訪時強調 IMF已與北京討論了需要解決的長期結構性問題 我們的分析表明 如果不進行深入的結構性改革 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會跌至4%以下 格奧爾基耶娃說 我們希望見到經濟真正更多地轉向國內消費 減少對出口的依賴 但為此 他們需要提振消費者的信心 這呼應了溫托斯對共產中國面臨最大問題的看法 這意味著收復房地產 建立退休金制度 以及中國經濟基本面的長期改善都是必要的 投資人密切關注中國動向 中國的股市波動 通貨緊縮問題 和房地產危機 為經濟增長前景 為經濟夢想陰影 根據IMF2023年12月下旬完成的報告 未來10年 中國對新住宅的需求 預計將下降5成左右 報告稱 新樓需求減少 將國家大消化個性庫存的難度 將經濟調整延長到中期 並對經濟增長構成壓力 房地產及相關產業 之前一直是中國經濟的引擎 約佔經濟的四分之一 但近年來 房地產已成為經濟的拖累因素 多間房地產巨頭紛紛陷入違約 恆大集團已被香港法庭下達清算令 《華爾街日報》之前的報道 亦點名共產中國面臨的信心問題 報道說 中國差的經濟數據 可能暗示了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中共政府未能令居民相信 在後疫情時代 他們的財務前景是有保障的 居民對未來收入前景 和他主要金融資產住房的安全性 和價值信心大失 甚至可能永久失去信心 中國一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創下超過14年來的最大跌幅 同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亦下跌 突顯出中國經濟面臨著持續的通貨緊縮風險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週四 即2月8日公布的數據 一月CPI同比下降0.8% 超過經濟學家預期的0.5%跌幅 這已是中國CPI連續第四個月處於通縮區間 與此同時PPI同比下降2.5% 還比下降0.2% 工業品出廠成本已連續16個月陷入通縮 《華爾街日報》援引康內爾大學貿易政策與經濟學教授 IMF前中國區負責人普拉薩德的話 2月8日公布的物價數據 和其他一系列疲遠的經濟信號 預視著中國經濟將就一個隱患重重的時期 長龍賀辛碎 福運滿春來 上週六 即2月10日 2024年紐約法拉盛新年遊行隆重登場 由法輪功學員組成的遊行方鎮 展現正統中華文化的美好和希望 帶來希望和自由祝福 2月10日 甲晨龍年大年初一 大紐約地區部分法輪功學員 參加了紐約市最大華人聚居地 法拉盛一年一度的新年大遊行活動 今年的遊行觀眾最多 將面街圍了成裏面三層 外面三層 法輪功隊伍是遊行中人數最多 最顯眼的部分 色彩鮮艷的花車 服裝 以及寫滿針延的角色橫幅 為社區添增了氣慶和詳細的氣氛 新老移民 中西民眾都被法輪功的遊行隊伍所震撼 他們無不稱讚法輪功的隊伍龐大壯觀 最代表中國傳統文化 令中國人感到驕傲和自豪 在這個新年的第一天 他們不約而同表達了對法輪功學員的美好祝願 有人希望法輪功早日回到中國 有人期望法輪功越來越壯大 有人說我希望法輪功真善忍的價值觀 傳遍全世界 有大陸民眾第一次在海外看到法輪大發的遊行 感到非常震撼 表達對法輪功的喜愛 我第一次看到法輪功這樣一個場面 光明正大的遊行 我內心是非常震撼 也是非常激動的 作為我們在中國是被逼迫的一代人 包括法輪功 他們被活著吃館 被殘酷的鎮壓 我們是非常震撼 新唐人和大紀元媒體方震 震容壯大 華人觀眾也紛紛表達 他們對兩大媒體的喜愛和支持 社會發生的事情 包括一些時事評論都做得非常棒 我幾乎每天都看 經常看新唐人的節目 還有那個文藝演出 很好 我們都很喜歡 都喜歡 非常好 很好 那個節目還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新唐大紀元秉持獨立感言 報導真實新聞 成為觀眾讀者了解資訊的重要渠道 真實感言 可以了解很多我們所知道的東西 然後叫客觀 對 也很及時 仔細 詳細 清楚 就是很準確 很多信息都非常真實 分析 我感到都非常棒 就是老百姓現實生活當中的東西 我們都想知道的 真實地反映我們唐人的生活 比較實在的 就新聞的角度來講 就是新了 製作大家更新的觀點 把所有人家要表達的都可以 完全說出來 表達清楚 同時 兩大媒體 易澤根社區 搭建東西方文化溝通的橋梁 看每天的法拉松紐約新聞 感覺挺好 他每日更新很快 打時時報導的紐約新聞 關心中國人在紐約 什麼一個生活狀態 很好 中國人的文化藝術傳統挺好 新唐人辦得非常好 是反映了在美華裔的一些心聲 感謝你們一年以來的鼓勵 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新聞內容 新年快樂 因為我們付出了很多 謝謝 大家做得非常好 謝謝你們 感謝大家一路上 與我們並肩同行 那在新年之際呢 祝大家龍年新大運 更重要的是祝您和您的家人 身體健康 那在新的一年當中呢 我們將會製作更多優質的節目 那邀請您一起和我們駕龍 翱翔天下 遇風前行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Channel 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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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